我终于明白了 临走时你对我说的那番话 如果你的亲人和朋友陷害了我 那他们一定是迫不得已的 你是迫不得已的 是吗 你杀死了小元 你没死才是我最高兴的 我大哥也是你们这个组织的 我们都是地下大陆游击三组的成员 我明白了 我还可以相信你吗 我不怪你 你觉得我一定会死是吗 原则上 没有人能够在那种情况下逃生 可是你不懂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的徒弟 师父 现在可以告诉你 你出师了 可以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想你大哥 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今天可以说是我最高兴的一天 我终于看到了老朋友的后代 能接过我们的枪了 师父 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什么事 有人出卖我们 你说什么 我是同开所进入办公室的 可当我出来的时候 门被人锁上了 你是说 是的 日本人早有准备 他们以为进入三六一分战的人会是你 门到处 又是那个叛徒 师父 你会不会也像我一样 被人出卖了 不可能 你怎么这么肯定 第一 游击三组全部是单线联络 我的联系人只有你哥和喜鹊 谁是喜鹊 他也是我的老朋友 但我不能告诉我他 是谁 这是记录 嗯 这我能理解 可你曾经说过 在黑戈壁如果想活命 就得忘掉朋友这两个字 嗯 但喜鹊是不同的 我们曾经是 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伙计 而且我们之间已经供过多年的事了 如果是他出卖了我 那么今天我非但杀不了小渊 还会横尸在三练要分战 你说的有道理 我要见他 什么时候 明天 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 我们一直是单线联系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我们已经完成了计划的第一部分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二个步骤 喜鹊已经都为我们安排好了 十分完美 可以说是超乎想象的完美 我们越是在得意的时候 越不能大意 您放心 他女后剑 有计划的 就不义 他没看到 是 然后 哦 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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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